淡仔米線太子野的妻子28歲時裝家名媛蔡天鳳 懷疑因為被瑞賢巨額的財產慘遭前夫一家合力謀害 這件案已經轟動了全廣 綜合了警方所掌握的線索以及現場鄰居的藝術 蔡天鳳由失蹤被謀害然後處理遺體 去到警方釋破了疑空的謊言找到失蹤者的遺體 處處可見到行空者精心佈局但破綻百出 案情在短短幾日間已經被揭發曝光 蔡天鳳在四天前失蹤 最後露面時間在星期二下午2時15分 地點在大埔科進路 當時他穿著白色長袖上衣、白色長褲、白色拖鞋 穿戴著紫色手袋 估計當時他是準備去大埔科學院 去接同前夫所生的女兒放學 懷疑上了前夫哥哥的車輛而離開 其後跟著失聯 蔡天鳳的家人即時向警方報案 警方接報這宗失蹤案後 星期三發佈了蔡天鳳的失蹤人口資料 而這一個時間蔡天鳳是被估計蓋在大埔龍尾村的一間村屋 根據附近的鄰居一述 在星期二大約晚上10時左右 聽到攝氏單位裡有一把女子的聲音 和人發生劇烈的爭吵 而且持續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但是當時由於泰國吵吵 所以聽不到裡面爭吵的內容 他表示如果當時有附近的居民 因為抵受不住吵吵而報警 整個故事的發展 就可能完全去改寫 另外根據村民張先生表示 這間村屋已經空置了一段日子 但是最近一兩個星期 外面經常拍了一輛七人車 而拍車的位置是在村內的通道 而且緊貼著村屋的門口 當地的村民一般都會把車輛 拍在村後面的爛地 因此這輛車令人喜宜 由此可見 兇徒並不熟悉現場環境 而他們選擇的村屋 也都並非人跡罕見 十分容易敗路行裝 根據警方表示 他們接手了這宗失蹤案之後 已經逐一盤問過蔡天鳳的前夫 前夫的父母 以及前夫的哥哥 而這一位前夫的哥哥 也是與蔡天鳳最後見面的司機 警方盤問期間 有人聲稱蔡天鳳突然中途下車 自願前往某一個地方 不過 警方在事後深入調查 以及翻查了大量的閉路電視 識破有人在說謊 隱瞞案情 於是警方展開行動 將蔡天鳳前夫的父母 以及哥哥拘捕 而蔡天鳳的前夫就正在逃亡 警方正通緝他歸案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 在24日星期五 下午去到大埔龍尾村 涉事單位調查 案情有驚人的發現 探員在單位裡的雪櫃 找到相信是失蹤者的一雙腳 另外有兩大埔近乎全滿的 裡面有大量人體組織的人肉燉湯 他們推斷失蹤者被人謀害之後 身體已經遭人不合法地處置 部分人體組織更被主屬後 分批凋棄 消息指失蹤者被找到的雙腳 小腿是較完整的 但大腿已經被削到見到骨頭 而失蹤者的頭、身、手、指甘並未沉獲 大埔龍尾村 和失蹤者最後露面的地點大埔科學園 距離11公里 相信星期二蔡天鳳上了前夫哥哥車後 直接被帶往這間村屋 根據警方的指示 有人在幾個星期前已經租了這間村屋單位 而單位的窗簾掛上帆布 屋裡只有桌、梳化、房間連床都沒有 另外屋裡又有大批相信是用作 處理人體的工具 包括削肉機、電鋸、長的雨衣、手套、面罩等等 相信疑犯是精心佈局 早有預謀將失蹤者謀害 然後去處理他的身體 蔡天鳳早年同一位姓鄺的前夫結婚 而他出資購買何文田加多利山物業 和前夫一家人去居住 但為了節省引發稅以鄺父名義掛名賣樓 現今這個物業已經大約價值6800萬 在去年的年底 蔡天鳳打算出售該套物業套演 但有人反應極之大 懷疑想獨霸物業而精心去策劃這個佈局 蔡天鳳家底豐厚 他的父母在內地經商 根據消息指 在10年前 當時年僅18歲的蔡天鳳和前夫結婚 淡下了一對現時分別是10歲及8歲的兒女 當時他買了加多利山一個豪宅作為安羅窩 但為了避免去繳付巨額的印花稅 所以他借用了前夫的爸爸的名義去賣樓 前夫的爸爸口頭承諾 將來出售物業後會歸還供款給他 後來他和前夫離婚 前夫一家人繼續居住在加多利山 蔡天鳳對他們也有情有疑 不時接濟前夫一家人 並聘請前夫哥哥做司機 經常回家探望前夫一家人和子女 但去年年底雙方關係開始緊張 前夫的爸爸很不滿蔡天鳳有意出售這家豪宅 見他賣樓 而蔡天鳳也抱不滿意他說謊 忘記當初的承諾 蔡天鳳企圖尋求法律的援助去解決 知道儘管物業是由前夫的爸爸的名下 但只要他出示到賣樓的證據 也有機會拿回這個物業 有消息有指 有人擔心價值6800萬元的豪宅不保 再加上蔡天鳳和現任的丈夫並沒有註冊去登記 他本身的資產已經高達過億元 一旦新股 財產就會歸於子女所有 即是他和前夫所生的子女 亦是遺產的繼承人 抗家將會是最大的得益者 而前夫的爸爸更是名正言順的物業持有人 即時坐擁幾千萬身家 警方在24日凌晨 在加多利山拘捕蔡天鳳的前夫父母 以及前夫的兄長 而前夫又下落不明 警方相信今次謀害的動機是業權糾紛 有人不甘心見財化水 所以全謀家人去謀財害命 出事的大埔龍尾村 由前夫的爸爸去租用 不排除前夫的爸爸就是這件事的主謀 而前夫的媽媽雖然知情 但她表示並沒有親自落手 今次這件事經過精心部署 用來處理遺體的村屋 牆身以及窗口都掛了帆布 並且放置了一批處理的工具 包括削肉刀、碎肉機、便鋸、鐵鎚、 長魚外套、手套以及面罩等等 他們將身體經過撤碎、煮熟、防臭 然後帶到另一個地方作為垃圾的棄置 但失蹤者的頭顱、身、手、紙巾並未存獲 三名被捕者當中 前夫的爸爸為前警長 他在2005年離開警隊 他有豐富的偵查經驗 據消息指 有人在接受盤問期間 屢次帶領警方去油花園 其後憑警方揭而不捨去追查CCTV的記錄 卻之追溯到龍尾村這單位 而揭發這宗蟹人聽聞的謀害事件 有鄰居透露 發生事故的村屋地下單位 原本的業主已經搬出 而這個單位也經常換租客 而曠市一家人 大約數星期前才搬入上址 每次都有一個六十多歲的男子 握著一輛中港七人車到場 而這一名男子短頭髮、目露空光 對倫理態度極之不友善 到現場的時候 必定會巡邏監視周圍的環境 完全不會去跟鄰居打招呼 然後她會再三確保沒有任何異樣 才進入該單位 而經常陪伴她的是一名同年紀 端頭髮的女子 而鄰居對上一次見到兩人到場 就是星期四、23日 即是警方採取拘捕的前一天 而這一位鄰居也回想幾天前的晚上 在那個單位凌晨12點 傳來攪肉機的聲音 持續了大約半小時 由於極為吵吵 所以令到她印象很深刻 而最新消息指 案發之後一度潛逃的鄺姓前夫 在25日星期五 企圖在東涌發展碼頭 乘坐快艇潛逃離港之際 已經被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拘捕 警方表示她攜筒50萬現金 以及數隻價值400萬元的名標在身 當中包括帕德菲列名標 她打算用作著草的勞費 但最終當場被拘捕 她被捕後報稱身體不適 她穿著藍色衣、黑色褲、黑暴蒙頭 再鎖上鎖鏈手扣 由擔架床送到伊麗莎白醫院去治理 期間有幾個警員在旁邊押解 蔡天鳳目前的頭顱、搜捕仍然未被沉獲 警方會在25日主力去到 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進行大規模搜索 因為警方經過調查後表示 有被捕人士曾經現身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所以有理由相信 他們已經將部分失蹤者的身體棄置在墳場裡 所以大約會動員100位警力 希望找回失蹤者其餘的遺體 而由於附近有儲水池 所以也會出動飛虎隊裡的水鬼隊協助打鬧 而警方也表示 抗市一家四口被捕後 失蹤者和前夫所生的子女之後如何生活 他們表示 這對子女將會交由失蹤者的媽媽去照顧 抗市一家四口全部落網 消息指 他們一家四口的背景很極其複雜 每個人都有自身的問題 有人破產 有人被銀行追溯 而父子兩人也涉及一些刑事的案件 這件事件就像香港版本的上流記生族一樣 需要依靠家底豐厚的蔡天鳳長年接濟 但最後因財失矣 蔡天鳳的前夫Alice 她在2014年至2015年期間 聲稱從事黃金的投資生意 她勾過男同志手機交友應用程式 去結識到同道中人 並遊說多位受害人借錢去買賣黃金 有俄稱可以高價轉售逃利 最終便取合共500萬港幣 Alice其後被警方拘捕 並在觀塘法院提堂 她在2015年也被美國運通銀行入嵐追討10萬元的欠債 在2016年也被人入嵐高等法院去追討157萬元的債行 前夫的爸爸65歲人稱裘哥 她在警隊工作很多年 曾經獲班獲香港警察長期服務獎項 在離職前擔任警長 在2005年她駐守旺角的警署期間 被一名查案時傷識的女子控告 當中涉及風化案 警方調查後將她拘捕 而當時拘捕她的 亦是負責今次案件的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這位裘哥在涉嫌風化案後 沒多久離開了警隊 前夫的哥哥Anthony 她是蔡天鳳的私人司機 兩個人經常見面 又會以兄妹相情 關係是非常要好的 例如她曾經為蔡天鳳去慶祝生日 又一起去看演唱會等等 在2019年她因為欠債23萬元 被花旗銀行入嵐追討 而Anthony也和蔡天鳳一起出任 兩間有限公司的董事 但兩間公司在去年的5月 就因為合約的問題 被人入嵐追討大約13萬元 最後前夫的媽媽 63歲是一位退休人士 她和兩名兒子的關係良好 在生日的時候會和家人 在高級餐廳訂台慶祝 她曾於2016年向高等法院申請破產 並於2017年頒獲破產令 有一位朋友表示她和蔡天鳳認識很多年 兩個人志同道合很喜歡動物 於是一起成立了 《愛泡時愛心慈善機構》 資助動物義工照顧流浪貓狗 這位朋友對蔡天鳳離開極度痛心 她表示蔡天鳳群人不熟 她知道蔡天鳳之前打本給前夫做生意 買豪宅給前夫一家人去居住 但怎想到這家人亡因負義 她表示蔡天鳳家境富裕 爸爸媽媽在內地經營工程生意 蔡天鳳15歲時因為讀書而認識了前夫 兩個人發展至情侶關係 18歲結婚生兒子 但婚後大約3年因為性格不合而離婚 但蔡天鳳也承諾鄺氏一家會照顧他們一生一世 蔡天鳳和前夫結婚時 已經購買了何文庭的加多利三密兒 和前夫一家人居住 又打本過百晚給前夫 去開設小食店售賣雞蛋仔 最後雖然全部都虧損 但她也表示不介意 這名朋友認識了蔡天鳳很多年 甚少聽到她說身邊人的壞話 反而說起前夫的時候還會幫她說好話 這位朋友一述 在事發的早上 蔡天鳳會去接送和現任丈夫所生的兩名子女 而下午就會去接送和前夫所生的兩名子女 在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前 負責接送前夫子女的司機辭職 於是蔡天鳳聽從前夫的建議 請了前夫的哥哥去做私人司機 這位朋友再表示 在21日星期二 前夫的哥哥來接蔡天鳳去大埔接子女 但一去不返 而當日的下午2點02分 這位朋友曾經和蔡天鳳WhatsApp聯絡過 當時蔡天鳳也有回復短訊 她又說蔡天鳳失蹤後 前夫曾經表現異常 在23日晚上 前夫打電話去譚仔的家姑質問 問他們為何要報警 而其間前夫一度情緒激動大喊 所以朋友都懷疑前夫擔心東窗事發 不想談家去報警 朋友認為這次蔡天鳳遇害 相信是和豪宅的糾紛有關 加多利山的物業是十多年前由蔡天鳳出錢購買的 而前夫的爸爸只是一個掛名的業主 由於現時的物業升略了很多 蔡天鳳認為應該要出售物業 獲利徒染 在今年的新年之前 曾經安排過地產代理帶人去看樓 但前夫的一家人反應很大 多次因為出售物業這件事而大炒大鬧 而當時蔡天鳳曾經向鄺家上下大派定心軟 她表示自己兩個子女都要居住 所以一定會好好安排 又表示何時代搏過你們抗家 但有人轉牛角尖心懷不軌 朋友認為蔡天鳳心地太善良 她永遠有求別認 尤其是身邊的人 但人心隔吐皮 在利益面前 人性可以變得很恐怖 蔡天鳳實在太單純 以及容易相信人 在外人看來 蔡天鳳在社交圈裡 長袖羨慕 但華麗背後 蔡天鳳在朋友眼中 是一個充滿愛心善良的好人 蔡天鳳本身十分喜愛狗隻 她自己本身也有養狗 在疫情期間 她眼見很多朋友都移民 有不少的毛鞋被棄養 她不忍心貓貓狗狗變成孤兒 於是她和好朋友成立 拯救動物的慈善機構 一直用心用力幫助所有毛鞋 機構成員知道蔡天鳳的離開 個個都很傷心 今天更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 希望她得到安息 蔡天鳳有份成立的 外炮士愛心慈善機構 其間救援過不少的棄養貓狗 包括曾經因為車禍截止的貓 這個團體在25號 在Facebook專頁發文感謝蔡天鳳的幫忙 她們有盛讚蔡天鳳一直以來 用心用力幫助所有毛鞋 是一個充滿愛心善心的好人 也有不少網民留言希望蔡天鳳安息 以及一定要抓到前夫 蔡天鳳的媽媽五姐是海南文昌人 在內地從事生意 蔡天鳳小小有家境富裕 是家人心目中的大寶貝 而且她性格溫柔、談吐得體、有愛心 經常都會出現在媽媽五姐的抖音裡出現 而她媽媽也不時在抖音裡大讚 自己女兒善良優秀是她的好閨密 根據她媽媽五姐的抖音片段裡看到 蔡天鳳經常都會去到法國、看時裝show 又會和朋友出海開party 但也有很多張蔡天鳳和現任丈夫 以及四名子女的開心合照 當中會一家六口去到迪士尼玩 又會在聖誕節全家一起慶祝 但開心快樂的家庭現在只是盛低回憶 從前古人有說人心不足蛇吞象 貪心是一個無恥景的深淵 她會將人帶入無盡的黑暗裡 現在相信曠市的一家人正正就是跌入了這個深淵 我們今天的案件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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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